水南区的老人人口比例加快 尤其要关系独自老大人 每一年水南区的关系独自老人出境会 都会结合北港水南区靠五顶地区 塞助会会友在交情兼容中 来基盘涵当上乱的活动 话说爱心不住和社区独自老大人 今年除了发生爱心不住一话 还要安排政策的关部表演 以及办了17岁的爱心参会 来提供大家的愿意动怒 天气渐渐变冷 今年水南区向关系独自老人出境协会 结合北港水南区 靠五顶地区的塞亚会赞助主委 发放爱心不住和需要帮助的独自老人 让他们感受温暖 借到我们塞助会主委来广东 来帮我们塞助会有意义的活动 来起来帮我们这个水南区 来关系这些所有老人 那么除了关系以外 我们也有很多物资 要在镇上这些老人 欧年华东主要于爱心不住的发送围主 不过今年除了发送爱心不住以外 还有基盘爱心参会 提供大家的愿意动怒 因为我们今年就配合了 我们国际塞助会 做到这个鸡蛋救助 我们只要这个瓦当 那么这个主管刚才拿来 可以跟我们俊南区关系的人 促进协会 来做一个联合的基盘 所以今年就更不一样 我们就用这个产品 来给这些需要来关系 这些老人来享用 社会好理关系的工作 虽然政府担任都在做 但是主管不住 既然向关系老人促进协会 希望他们爱心关系的行动 离保政府担任的不住 那么这些边人府和地收入府 我们的管政府工作 都有在做 我们只是要来做他们不住的 他们有一条线做不到的 我们来做 譬如说有很多出外 台湘的这个孩子 但是四大人 一个人在家 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协会 虽然水南区老人人口比例很高 特別是偏我们的地区 竟是需要国家的关系 相信在水南区 关系老人促进协会 和塞主会出钱出力之下 和塞主会的老人 这条帮助 记者 环红坤 插红报道 这条帮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